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系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央行理监事会议 9月19号结果 已经在之前的插播新闻上片了 本则新闻录制时间 在9月19号之前 大家要注意哦 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聊的是 虽然现在啊 就是市场有趋于平静 但是还是呈现一个 供不应求的状态 是怎么样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建商推案速度跟不上销售 根据内政部最新数据 今年上半年 预售屋交易量近8万件 不过对照上半年市场 新增供给量 住宅建造开工量 仅约5.29万户 显示建商推案 跟不上销售速度 预售市场已出现 清皇不接 供不应求的现象 卖方吸收心态已起 那根据专家分析 从过去预售市场交易量来看 预售屋月销1万件 买气就很不错 但上半年预售交易量 约高达7.97万件 年增率达6成 其中光是3到6月的 预售揭露量就超过6万件 相当于每月卖破 1.5万件 买气惊人 那专家强调 相较于今年上半年 预售揭露量 高达近8万件 高水位 对照代表 新屋市场供给量 之上半年 住宅建造核发量 仅约近6.5万户 以及住宅建造开工量 也仅有约 5.29万户来看 市场已出现 供给追不上买气 供不应求的情况 资金潮涌入 加上买方 勇于追价 市场已出现建商推案 跟不上销售速度的情况 让一手新屋市场 吹起封盘 吸售现象 专家分析 对建商来说 由于没笔 建案开发 耗时且地价又高 建案是卖一个少一个 已有建商紧急封盘 获改采取先建后售 甚至边卖边调价等策略 来因应这波显示 预售市场狂热的买气 他这个公补应求的状况 我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到底是买气太热 还是建商没推案 因为这其实是两个层面 白气太热 反应就是市场有一个热络度 建商没推案 则是热络度的反面 因为他对于市场 可能他觉得 在观望在等等 他可能觉得 现在不是好的时候 等等的 就有各种原因 虽然说只看这个比较 都感觉不太准 但是其实数据有写 就在今年的 这两个的合发量 其实都是负成长的 我们自己知道 在这一段时间 这个72-2的风波之下 事实上其实市场上是偏冷 说实在话 乘务市场真的是冷到爆 对 预售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热 当然这个一定是稍微 大家先稍微缓一下 其实在预售市场 我相信很多 还是会等9月19号 央行解释完了以后 再做动作 不管是更严格 或是说稍微宽松 或是针对某些人比较严格 不管怎么样 要确定 只要确定一个方向以后 预售市场才会动 最怕的就是 你到底要还是不要 你要打还是不打 大家不要觉得说 只要打房 有人就不会进去房地产 不是 其实最惨的是什么 最惨的是 到底是要还不要 对 模糊地带 让人家最讨厌 对 比如说 你今天有个很漂亮的女生 你如果你要去追她的话 你可能有很多竞争者 你要还不要 你要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已经知道了 就是你今天要追这样的人 但是如果说是 可能她是 不是那么漂亮的 你可能比较好追一点点 但是你不能说 我还不确定 我门后给你追的是谁 难道我也不知道 到底要还不要 没有个肯定 对 就是说 你至少有个方向 大家会有一些自己的计划 会照着自己的计划去走 那最怕的就是还不确定 对不对 现在这样的状况是 除了这个市场上 稍微其实 冷一点点 那她说 最近预售物的交易量 将近8万 对不对 但是你的建造核发量变少 开工数量又更少 那当然有没有受影响 一定是有受影响 有受72-2影响 建商也会担心 因为这个是上半年的数据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聊过 从选择性信用管制开始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讲 从我一开始建商 可能只要准备两三成 对不对 现在变得 后来变得是 我要准备四成 后来变准备要五成了 现在我从一开始之前 我要先准备六成 后来才会变五成 对不对 那这样子我的自备的金额 是不是变高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土地的金额上去 那也不是每个建商 都有办法买 对不对 不是可能你觉得房子不好买 很多小建商在买土地也买不起 对 那大家觉得 哇好贵 是啊 是蛮贵的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就稍微 就稍微 冷掉 冷掉了 然后其实在去年有一个状况 这个我们之前有聊到过 记住那时候 我们前年的时候 有聊到一些新闻 是有一些建商大佬 就是说 那土地就先不要买了 接下来的状况 可能没那么好 对不对 那当然那个时候 可能建商买也就收手了 那本来土地也贵了 再加上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 可能对于小建商 就可能更难买 对不对 然后结果呢 是不是到了去年 接近这个新清安之前 就开始有一些 这个前十大的建商 就开始买土地了 然后有一些新闻 开始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 是不是有讲说 那这个买土地 要赶在去年年底推 有点难 应该会在今年的329推 今年329的推案总销金额 比较大 对不对 那这些是比较有前瞻性 这个钱两个意思 一个是前面的钱 一个是金钱的钱 这种建商可能就有办法 先处理好 对不对 先推案了 我们那时候是不是还要讲说 你那个时候买 可能还没有这么快吧 你起码也要十个月以上 就是如果买地都很顺畅 你可能要十个月 你的案子才有办法公开 对不对 那可能就赶不上 这个329这一波了 那后面看有没有机会 更何况有的可能稍微等了一等 看在土地金额上去 可能也买不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有一部分也因为是 这个中小型建商 真的 这个又要扯了更之前了 2020年 聊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 有可能会造成 建商大折很大 对不对 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 那么多的相关的自媒体在讲 但是我相信 可能懂得都知道 但是我们那时候在讲的时候 就是也被吐槽 没错 那也不算是早讲 其实有些人也都知道 只是他没有做自媒体 现在做自媒体的这么多 大家应该都会讲了 只是我们那个时候 比较早讲这件事情 那时候也被吐槽 对不对 一直被吐槽 你这样造成市场大折很大 那小建商就很难进来 对不对 好那一路导致到现在的状况 那好 刚刚专家讲的 供应量是不足 好那这个最惨的是什么 就是当房市没有很热的时候 但是你的供应量还是不足 那你这样子 房价就更难有 稍微盘整的空间 对 因为就那几个 他们也没必要互相消架 然后求出 对 我说现在其实比较冷 是跟之前那时候 很热的时候比比较冷 那你说跟以前有的时候 譬如说正常销售时间来讲 我觉得上下没有差异到很多 但是还是稍微偏冷一点点 的确是 但我觉得九月底过后 风景可能会稍微不一样一点 那像这样的状况 这种手够自住的 或是居住正义的 就是你看了以后 到底要高兴还不高兴 就是明明好像因为这样的状况 看房子的人变少了 结果市场供应的案子又更少了 我们讲的是预售案的部分 你更不用讲说 现在中国有些可能就连卖都不想卖了 对不对 反正我现在稍微等一下 等你们这个风波过 我等个两三年 那个时候可能价格更好 对不对 我干嘛要便宜卖 对不对 所以整个市场就变成是 你的供给就是变得有限 就是玩限量那种感觉 限量到底好不好 我真的觉得真的不是很好 虽然说你看 当时在实施这些每一步 其实有很多人 就是说这种居住正义的 相关热衷人士 很高兴 可是我也搞不懂 这到底高兴什么 最好的状况就是 就是多到你可以选 对不对 这个可能有当兵的都知道 如果你当兵以后 你只有那个福利社 只有里面那两个妹妹 还以为你要讲什么 是不是 那也不能讲妹妹了 或是就是姐姐 反正你走进福利社就很高兴 每个都你知道 就好像是开瓶的孔雀 我不想讲发情的公狗 就开瓶的孔雀 你可能一两个月没有放假 你看到他们就很高兴 去买东西就很高兴 可以聊天 对是不是 那如果你出来 你在街上看到一堆的女孩子 你会这么哈吗 不会吗 我这个举例可能不是那么好 你这个举例不是那么好 之外那个哈也很老七 很老派 我们换个方式讲 我们换个方式举例 之前那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不是在 新冠疫情的时候 不是大家在那边抢 那个可以通鼻桶的快塞 对不对 或是口罩 对 大家在那边抢 然后囤货 现在没人要 对啊 政府不是增加供给吗 然后还盖什么钢印 这个是可以干嘛 就是提供越来越多以后 结果口罩价格就不贵了 快塞就好像没有人要抢了 普拿藤后来也没问题 那时候还有普拿藤 大家在抢嘛 对不对 那就是你就是一定要买个几盒 还限购几盒 不限购 你平常你也不会去买 一讲限购 抢的 你先去买两盒 等一下换我进去 我也买两盒 当别人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掏出一颗普拿藤 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在那时候的确是 厉害 真的 那不就很简单吗 你就让他们拼命盖 盖多一点 盖多一点 市场价格就不是那么保值 你就让就是不要只是有钱的建商 他可以垄断市场 你让他没经验的 谁都可以来盖 人人都可以当建商 人人都可以盖 那你就变成慢慢开始销价精神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可能有机会 对不对 但是没有错 所谓的销价部分 也只是销说建商利润的部分 地主的可能你还是很难销到 那不管怎么样 你的供给量要够 对不对 当你供给量开始多了以后 房价开始稍微软一点点的时候 那地主也不敢开那么高价 对不对 对啊 但是现在这样的状况 其实其实是稍微在这个时候 因为你现在状况是模糊不清 对不对 观望气氛很浓厚的状况下 你看到再到现在 又因为这个72条之二 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些小建商 可能更不敢去买土地了 不敢盖了 小建商不敢盖 然后小白小手垢也不敢买 对不对 就真的又再大者很大一次 你现在就算 这个时候你要减便宜 谁可以减便宜 手上有现金的人可以减便宜 我不靠贷款 我一笔 可以跟你付清 我就可以跟你杀价减便宜 那建商是不是也是 这个时候你们都不敢买土地了 土地就是我买 没有你们在那边跟我 这个竞标价格 是不是我就不需要拉高成本 去购买土地了 但是我会在心中幻想了 我们已经有一个竞标的过程 我还是把它加回去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没有人跟我竞争 但是我还是预期 如果有竞争 这是我运气好 这是今天我建商运气好 对 他该有的成本还是算 我今天这个土地买这个价格 是我运气好 照正常来讲 我应该买在多少钱的 所以我用这个钱推案给你 很正常 你不能把我建商运气好 运气好的是我 不是你买房子的人 你这样别人捡得到便宜吗 捡不到 最近这个72条之2 我觉得会更加剧 未来这个市场在建商 至少在建商 一定是大者恒大的局面 那这个大者恒大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慢慢就会有控场的状况发生 对不对 那控场 其他人就是被控了 对啊 首购组一定又不高兴了 控肉饭 对不对 居住正义的也一定不高兴了 控腰 这没办法了 好不好 OK 好来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老老集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